他曾经逢赌必赢 他是赌场上的初签高手 因为初签 他也失去了手指和双脚 幡然醒悟之后 他立志揭秘赌博中的片数 劝告世人远离赌博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赌王反赌上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咱们今天要来说一说纸牌 这个纸牌当中的一些秘密 我们都知道 扑克牌是大家很好的一个娱乐工具 很多人都喜欢凑在一起 大大升级 大大百分之类的 这个东西无伤打牙 很多人还喜欢玩 你要是玩桥牌的话 那更是一种非常贵族气的一种纸牌游戏了 但是如果拿这个东西去赌钱赌房子的话 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 这小小的五十四张牌啊 有很多很多的讲究 但有的时候呢 搞不好还会打上身家性命 您看我们今天顾说的这位主人公啊 一看就是一个玩牌的高手 哗 这牌头整个能够拉起来 要说呢 他绝对不是一般的玩牌人 可以说呢 一度沉迷在由他带来的赌博的愉悦当中啊 不仅赌上了自己 赌上了自己的家产 赌上了自己的亲朋好友 还导致呢 落了一个终身残疾 这不是魔术 只是一个赌徒在展示他的玩牌技巧 他叫姚剑云 他曾经试赌如命 一致百万 逢赌必赢 可是 即使是如此娴熟的手法 也让他因赌输掉了自己的人生 现在的他只剩下七根手指 一双反穿的球鞋 半截身躯和轮椅上的人生 这些全都是因为他在赌博中出老千 而导致的 如此惨痛的教训 让他认识到了赌博的危害 姚剑云不仅借了赌 而且他还成为一名公然反赌的人 揭露赌博中的骗术 如今 人们都叫他残疾反赌王 可姚剑云只说 自己是个排技爱好者 这是一副布格牌 是打洗的 这个是 看二组 这个是丁弓 这个是老K 这个是8 这是8 这是9 这是5 别看他只剩下七根手指 可是依然无人能看出他是怎样出的钱 一副布格牌 在他的手中就像透明的一样 无论是怎样洗牌切牌 他都能清楚地知道 每一张牌的点数 我签过牌现在在我手里就没花 凭借这样的手法姚剑云曾游走全国各地去赌博 大大小小的赌场走了无数纸牌的玩法 他已经练得出神入化 他自信自己玩的手法没人能看出来 这是在玩牌时非常普通的发牌 无论别人怎样洗牌切牌 他都能把最大的牌发到自己手中 好 你看他这个牌 当你拿了这个三个老K的时候 我问大家 你会玩命吗 对 对不对 你可以说你口袋有多少钱 就会玩多少钱下下来 下完了这个钱不要紧 还要问朋友见 问朋友见完以后呢 可以说还会用高利贷减 最大的牌 却在我这里 三个A 姚剑云虽然称呼自己为牌技爱好者 可是他所学的技术 却是赌场中最令人憎恨的出老钱 那么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路呢 这还得从他小时候讲起 姚剑云十几岁的时候就染上了赌博 跟在一堆大人屁股后面玩牌 可是玩了很长时间 却从没赢过 姚剑云是个很执拗的人 他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一直输 就发展到越输越赌 有的大人看到一个小孩子这样赌博 就劝他说不要去赌了 赌博是有假的 这句话不但没有点醒姚剑云 反而让他明白了自己输在了什么地方 从此学习在赌牌中出甲 成了姚剑云生活中最大的追求 看姚剑云的洗牌 他并非像普通玩牌者一样是随意的洗牌 洗牌的过程对于要出千的人来说很有讲究 就像魔术师变魔术的技法一样 能在看似洗得非常乱的一副牌中 随意的找到四张他们想要的牌 或者是任意一张牌 究竟原因就是在他们洗牌的时候运用了一定的数学运算公式 那看似杂乱的每一张牌 其实都是有规律的 在赌博中除了在手法上出现 还有就是在扑克本身上做手脚 也就是在纸牌上做记号 这几种牌有国内的 也有国外赌场专用的 纸牌上做记号 大都是在背面的图案上做手脚 绝大多数扑克游戏 是从一副新牌开始的 发牌者拆开包装 撕开封条时 玩家相信他们玩的 是从生产厂家出厂的一副新牌 绝无欺骗 这两副牌看起来一样 如果你用其中这副牌玩 可能就会输得很惨 仔细看看牌的背面有区别吗 再细看我们给您圈起来的区域 您看出什么差别了吗 从左侧数地七个菱形 比其他的要大 这样就确定这张牌一定是七 那花色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再看这块图案 这个菱形又比其他三个要大一些 按照黑红梅芳的排列顺序 这样确定 这张牌一定是红桃七 这张牌的排列项 杨建云确实没什么文化小学都没毕业 他自己回忆说光一年级就上了四年 你想可以说是胸无点墨 但是你也别说 这个人他在学习老签怎么出老签的手法上 那是我们一般人都不具备的聪明才智 在他这全都体现出来了 姚建云自己说 想当年他曾经偶然的结识了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解放前是在赌场里面做核官的 我们要是看过一些介绍赌场的电影电视 你就会知道核官是只专门给人发牌 给人咬骰子的那个人 也就是替庄家干活的这个人 你想这个庄家不能让自己赔钱吧 他怎么作弊呢 往往都是通过核官 他手里有什么机关 或者人家手上比较利索 有什么活发牌的时候 想给你发几就是几 所以说姚建云就特别想让老人给他露两手 但是老人非常不愿意 经不住姚建云的死缠烂打之后 老人给他玩了三招 第一招是胸剑 第二招是袖剑 第三招是偷牌换牌 这个所谓胸剑袖剑 其实就是身上带上一些小的道具 到时候印开关也好或者印店门也好 这牌就能飞出来这种东西 也可能是因为老人上岁数了 这个手脚并不是很利索 所以这活玩的不是很干净 姚建云当场就看穿了 这个老人呢 临走时候只是很无奈的留给了姚建云的这么几个字 好自为之 可惜姚建云当时对这四个字实在没有多想 也没有更深的理解 赌博是从古代就有的一种竞技游戏 而签数却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发明出来 用来在赌场中作弊的 那位老人给姚建云玩的三招很简单 用赌场中的谈话说 一种叫绣剑 一种叫胸剑 一种就是偷牌 绣剑其实就是在衣服的袖子里 藏着一个弹簧夹子 夹子里藏着牌 在适当的时机弹出那张自己需要的牌 胸剑就和绣剑如出一辙 只是在衣服的胸口隐蔽处 藏着同样的弹簧夹子 在适当时机偷换一张牌 最后一招偷牌就更简单了 在洗牌的过程中 把自己想要的牌藏在手中 姚建云第一次就看穿了老人的签数 他明知道那就是骗数 也依然苦练起来 在很短的时间 练会这三招就开始出去骗人 这几招签数也确实让他赢了很多次 但是骗数终究是骗数 早晚都会有露馅的一天 1998年10月9日晚上 他和赌徒黄老板每人在赌桌上投了几百万元 当时牌桌上只有一张牌 能确定姚建云可以赢 这时姚建云要想赢黄老板就必须有三张八 当姚建云再次出勤 找到第三张八时 输红了眼的黄老板一声招呼 冲进了十余个标形大汉 姚建云的双腿被长枪打中 左手被砍掉三根手指 姚建云这时才明白骗来骗去 最终把自己骗了进去 直到现在他才理解 当他看穿那个老人所玩的三招骗数时 老人送给他的那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姚建云经历了惨痛的教训 思来想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再被骗 姚建云决定现身说法走上舞台 揭露自己学会的那些签数 一个曾经赌场上的老千 现在站出来 为我们大家揭秘赌局中的各种骗术 这是绝对需要勇气的 那么姚建云说呢 自己悔不该当初 没有好好琢磨琢磨老人留下的那四个字 不过呢 现在琢磨过来也不算太晚 因此说呢 他愿意在大厅广众之下 就把牌桌上的这些秘密 这些门子猫腻都介绍给大家 希望的是什么呢 希望大家看了之后明白一个特简单的道理 赌场上没有常有的赢家 您运气再好也有用尽的时候 就算人家不出老千 按几率您也有输的时候吧 如果人家出老千 那你就赔得更惨了 而且呢 如果你自己动弯心眼出老千的话 早晚有一天也会被人逮着 搞不好呢 就落得跟姚建云一样的下场 甚至呢 比他还要惨 因此不管怎么说 从哪个角度讲 我们都应该远离赌博 姚建云通常只玩纸牌 在纸牌中可以出的千数 也是数不胜数 但总的来说主要就是洗牌 藏牌 垫牌 偷牌 和算牌 姚建云只要他接触到牌 就可以做手脚 仔细看他洗牌和发牌的过程 你能看出他做了什么手脚吗 如果没看明白 我们分解看 仔细看他洗牌的过程 这时 其实他是在寻找自己想要的一张牌 找到牌后 他会把自己所需要的牌 洗到最底下 在看他发牌的过程 您能看出他在做什么手脚吗 如果还没看清楚 我们把摄像机换个角度再看一遍 现在 底牌是一张梅花A和梅花K 这时 他找到了梅花Q 并把它洗到了最底下 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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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Q 梅花Q 梅花A 梅花Q 都发给了自己 这就是洗牌发牌 同时做手脚 现在很多人身上基本都会带这些东西 很随意地往桌上一扔 看似随意 但在姚建云的手中 却都派上了大用场 只是一个简单的烟盒 他就能清楚地看到 从那手中发出去的牌 姚建云在舞台上给人演示了几年 没有一个人看出 他是如何作弊的 这次 姚建云不用烟盒了 但他依然还是能知道 他发出去的都是什么牌 在姚建云手中 凡是可以反光的东西 都可以成为他出签的工具 我们也看到姚建云要是出老签的话 他也得去摸牌 如果你不让他摸牌的话 他也是很难做到的 不过姚建云自己也坦然地承认 说他现在所知道的一些手法 可能已经过时了 他曾经利用过的一些道具 可能现在早已被弃之不用了 而换上了一些新的 甚至有可能他都没有听说过的 我们就请姚建云 能不能再给我们展示展示一些 以前没给别人看过的一些东西 而且他的手还不能够碰到牌 同时也不允许他利用能够反光的东西 看一看这回姚建云还能不能出老气 还在姚建云手上时 打火机 戒指 烟火 手机 这些能够反光的东西 都成了他手中的出签工具 而现在他不借用这些东西 依然可以准确地知道牌的点数 看看 巴指是什么 看好 底盘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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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尤其是一个高科技产品 这是姚建云与人玩牌的房间 而在他们的隔壁则还有他的同伙 就是他在遥控牌桌上的姚建云 他是被姚建云称为赌王的人 名叫老江 人称矮子 他利用一个电脑软件就控制了整场赌局 玩牌的姚建云只用了一个藏在手机里的摄像头 还有一副微型耳机就知道了 桌上整副牌都是什么点数 这就是现在的高科技产品 高科技的比如说监控摄像头这里的 封外线的这样的 他通过镜头传播给你的 这是所谓是比较高科技的 那我们要在这牌上做文章的 叫做这是密码牌 就是所谓的密码牌 然后你露眼看的 别人家看不到 你自己做个记号 你看得到这也是属于一种牵出的 这种高科技产品大都需要团伙合作 这是很多农村都在玩的一种牌酒 只是利用一个藏在皮带里的摄像头 就可以从牌的背面侧面 清楚地知道牌的点数 它是用机器把它压成的 做成这里面的 露眼是看不到的 非得用高壁的镜头 通过光学的原理才能知道这个东西 这是谁叫高科技的 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东西 并不是姚建云擅长的 而是老江非常熟悉的 他们出签的手段几乎涵盖了所有牌的种类 因为我们这种人太多了 竞争力很强 那挑战我们 所以说高速还有高速 姚建云说 在他们朋友中老江的签数比他更厉害 而且全都是现在很多赌场中 还在利用的高科技手段 他才是他们中的赌王 这个是S 放到这上面去 推进去以后打开来 第一张应该也是S 先看到 走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老江 但是您看这画面很有意思吧 老江手里拿着一部画机 面对着一台电脑 这是在干什么呢 这好像给我们感觉就像是赌场的保安一样 在随时随地的监控着别人 前面我们也讲了 姚建云说 他的很多方法估计现在已经过时了 而老江对于现在赌场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比较有含量的这些道具 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 我们就请老江来给我们具体的做一下展示 让我们看一看赌博有多可怕 这里面的谜局有多么的复杂 他外貌毫不惹人注意 却是赌徒们眼中的赌王 他几乎熟知赌场中所有的签数 如今却公开版赌 赌王到底会为我们揭秘哪些签数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赌王反赌 下集 他外貌毫不惹人注意 却是赌徒们眼中的赌王 他几乎熟知赌场中所有的签数 如今却公开版赌 赌王到底会为我们揭秘哪些签数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赌王反赌 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赌 转发 打赌 姚剑云因为在赌博中出老千被识破 被人砍断了双腿和三根手指 2003年他公然站出来反赌 成为揭露赌场中骗术的第一人 虽然他只剩下七根手指 在舞台上给人展示赌博中的签数时 依然没人能看出他是如何作弊的 在其他赌徒眼中姚剑云绝对算得上赌博高手 但是姚剑云自己说 像他这样的人在赌场上多到不计其数 比他更高明的人还有很多 他站到舞台上去表演 就是告诉那些还在参与赌博的人 如果连他玩的简单的手法你都无法识别 那赌场上高科技的赌剧 就更加让人王不胜王 只要深陷赌场 你就只有输的道理 朋友都称姚剑云为赌王 可他从来都不敢承认 他说他的朋友老江比他更厉害 因为老江所知道的出签